1 2 3 拍拍手 跟著音樂來跳舞 一腳跳 兩腳跳 轉個圈圈 哈哈哈哈 一起跳 跳舞 一起跳舞 跳舞 我們就是愛跳舞 就是愛跳舞 大家一起來跳舞 大家好 我是最喜歡吃海苔的海苔哥哥 今天要跳什麼舞呢 游啊游啊游啊游 飄一飄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跳魚兒舞喔 好燥喔 這是小燈 我是小鯉鵝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看過漂亮的海底世界呢 在藍藍的大海裡 有好多可愛又有趣的生物喔 像是穿著很漂亮的彩虹魚 還有肚子大大的海馬 全身軟軟的又透明的水母 還有很可愛的小海星 今天海苔哥哥把不同生物游泳的方式 變成了舞蹈喔 很有趣呢 而且還邀請到了星儀 一起來跳魚兒舞 星儀 你最喜歡什麼魚啊 我喜歡彩虹魚 彩虹魚耶 好可愛喔 那你們喜歡什麼魚呢 哇 好棒喔 那現在就跟著海苔哥哥 一起來練習魚兒舞的動作喔 預備開始 首先 我們屁股搖一搖 就像魚翼的尾巴一樣搖搖搖 好 那我們要把魚的身體做出來囉 手手合起來 轉轉轉 游過來 游過去 再一次屁股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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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好 現在我們要變成大隻的魚囉 蹦 長大了 星儀 你的頭在哪裡 這裡 那你的尾巴在哪裡 好 小朋友 你們的頭跟尾巴都長出來了嗎 現在我們要在水裡面游泳了 游一圈 游另外一邊 再動一動 好 再一次喔 變成小魚 好 魚長大了 變成大魚 游一圈 游游游 換另外一圈 游游游 小朋友 你們也都學會了嗎 其實啊 海底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生物喔 就會讓我們來看一看 有哪些生物呢 跟著海苔哥哥去釣魚 看會釣到什麼魚喔 星妮 你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好 小朋友 趕快拿出你們的釣竿 我們要去釣魚囉 出發 準備 一 二 三 四 轉 星妮 你釣到了什麼魚 我釣到彩虹魚 星妮 你釣到了彩虹魚耶 好可愛喔 那我們現在學彩虹魚游泳 游啊游 游 轉一圈 再轉一圈 星妮 你的彩虹魚好漂亮喔 好 那接下來 換海苔哥哥要來釣魚囉 預備 開始 四 轉轉轉 一 二 好重喔 星妮 海苔哥哥釣到了一隻很大的水母耶 你看看海苔哥哥的水母會游來游去 全身軟軟的 你們有沒有像海苔哥哥一樣軟軟的呢 好 現在我們要像水母一樣飄來飄去喔 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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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喔 看誰踢的對哪裡 踢 踢 再一次 踢 踢 哇 我的水母很厲害喔 現在換你們來釣魚囉 趕快準備好你們的魚乾 預備 開始 轉轉轉 你們釣到了什麼魚呢 哇 有人釣到了大肚子的海馬耶 那你們的翅膀趕快拿出來拍拍 啊 游過來 啊 游過來 又游過去 你們的海馬好可愛喔 拍拍大肚子 砰砰砰 心裡你的肚子 砰砰砰 好 最後海苔哥哥也要來釣魚囉 你猜猜看海苔哥哥釣到了一隻 超級最大的大海星 他海星跳一跳 跳一跳 跳一跳 看來欣妮玩得很開心 小朋友你們也玩得很開心嗎 等一下還要記得 跟海苔哥哥練習魚兒舞的動作喔 欣妮 我們再來釣魚 釣幹嘛 小魚兒來了 剛剛大家是不是都釣到自己的魚了呢 現在也有四個小魚兒跟著一起來跳舞喔 現在就跟著海苔哥哥來練習 魚兒舞的動作 首先 我們先手手合在一起 然後呢 跟魚一樣軟軟的游來游去 屁股搖一搖 手手晃一晃 是不是很可愛呢 好 玄玄 你的小魚兒在哪裡 有沒有往前滑 好 吉吉你的小魚兒 有沒有往前滑 小朋友你們的魚兒要往前滑喔 好 現在魚兒慢慢的長大 魚頭長出來了 魚的尾巴也長出來了 搖一搖 游一搖 好 我們轉一圈 咻 游游游 換另外一邊 轉一圈 游游游 好 在水中 我們發現了很可愛的水母媽媽 她是軟軟的身體 我們來看看 子君 你有沒有軟軟的身體 哇 水母很可愛喔 水母有毒喔 沒錯 水母呢 她有毒喔 我們要小心 那現在我們又遇到了 海馬叔叔 短短的翅膀拍拍拍 拍拍拍 轉一圈 哇 每個人都好可愛喔 你們的小翅膀也要拍一拍喔 最後 我們遇到了 小海星寶寶 海星 就像星星一樣 手手打開 她最喜歡玩遊戲了 我們這邊跳一跳 另外一邊跳一跳 轉個圈圈 手打開 哇 每個人都學會了 那現在我們就加上音樂 跟著海泰哥哥跳一遍 好 預備開始 魚兒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 熱游游 水母媽媽 飄飄 軟軟的身體 魚兒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 熱游游 海馬叔叔 嘴嘟嘟 圓圓的肚子 喊呼呼 魚兒魚兒水中游 魚兒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 熱游游 海星寶寶最淘氣 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哇 每個人都是可愛的小魚兒耶 游啊游啊游 水中游 水中游 哇 小朋友你們都學得好快喔 那現在就加上音樂 跟著小朋友一起來跳一次 蹲一蹲 預備開始 魚兒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 熱游游 水母媽媽飄 飄 軟軟的身體 搖搖搖 魚兒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 熱游 海馬叔叔嘴嘟嘟 圓圓的肚子 熱游 魚兒魚兒水中游 魚兒水中游 游來游去 熱游 海星寶寶最淘氣 就是愛跳舞 大家一起來跳舞 小朋友 你們都學會 今天的魚兒舞的動作了嗎 海灘哥哥啊 把不一樣的水中生物變成舞蹈 是不是很有趣呢 你們也可以多多的仔細觀察 看看還有哪些的水中生物 住在大海裡面 發揮想像力 把牠們的樣子變成舞蹈 一定很可愛 爸爸媽媽你們不妨多利用時間 帶小朋友到海洋世界 跟著小朋友變成一隻隻可愛的水中生物喔 也別忘記跟著海灘哥哥繼續來跳舞 掰掰